大家先猜一下水门的速度可能是多少 下面我们一起来揭晓这个秘密 计算速度 必须要的是位移和消耗的时间 看完水门所有经典战役 能完全测量移动前后位移和时间呢 就只有和爱比兄弟这一战了 这场战斗费类生之术用了两次 第一次瞬移到树枝上 第二次瞬移到奇拉比身边 由于第一次树枝的高度无法测量 我们值得重点研究第二次瞬移 第一回合交手时 八尾一只脚挡住了水门的攻击 从画面看这只脚末端正好在水门旁边 另一端正好在奇拉比身上 于是我们大胆估算 这只脚的长度就是第二次瞬移的位移 下面距离的计算就变成了这只脚长度的计算 诸所周知图片不能直接测量 首先要找到参考系 这里的参考系就是水门的身高 查阅得知水门身高179.2厘米 巧了安也一样 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假定一点 每两个锡盘间距相同 这样我们只计算一组数据即可 经过多次测量和选择 我们找到了两个最完美的锡盘 先连接两个锡盘的直线距离 再找到水平距离与数字距离 那么这个脚一定是90度 那么我们最后计算的就是这段圆弧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是两个最完美的锡盘 因为这个水平距离和数字距离近乎相等 这是一个等要直角三小型 通过转接内线段长度的比例和水门的身高 可以得到数字距离小A等于26.61厘米 带入圆弧公式可以得到表面圆弧距离大A等于41.80厘米 那么下面的任务就是 数锡盘一共有22个锡盘点 那么尾巴的总长度就是9.2米 这条八尾的脚竟然只有9米多 好吧可能没有完全放出来 位移算出来了 下面我们来计算菲利神的时间 将视频逐阵播放可以看到 第一阵水门就没了 这下几阵的雷影完全没有移动 所以菲利神其实只用了一阵 优酷视频HDR-1080P的格式是50阵 那么菲利神的时间只用了50分之1秒 带入到公式得到菲利神的速度为460米每秒 世代果然名不虚传 竟然如此恐怖如实 一秒瞬移460是流降速度46倍 音速度1.35倍 喷气是科技的1.33倍 水门的速度竟然还是地球旋转的速度 也是王者龙亚卡死的延迟 我服了 如果水门向地球反方向使用菲利神的话 是不是就是绝对机制呢 各位视频开头的选择题你们猜对了吗 自来也临死前留下的暗号是什么意思 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每个数字对应指定野马的第一个字 可仔细想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可能真能记住自己小说的每个字 可印刷规则完全由出版社控制 不可能记住每页的文字就算发起冲刺 排除掉案本的这种解法 我们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秘密 怎样解开这座暗号 那路透告诉我们第一个字符是片假名 那么重点就在后面的数字上 这组数字有什么规律 要知道自来也可是木页一级公务员 公务员常见提醒中图形封闭空间首当起冲 这组数字有封闭空间的分别是8060 一共有五个封闭空间 分别是第一排两个 第二排两个 第三排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的意思是自己背上正插着五个黑棒 五个封闭空间分别代表黑棒留下的五个黑洞 而这五个黑洞的位置竟然也完全一致 原来早在蛤蟆仙人告诉小自来也预言自止时 同时也告诉了自己的死法 虽然与佩恩一战五个黑棒会要了性命 但后来长门轮回天生自己又得以复活 复活后的自来也并非像网上流传的那样 游出水面就遇到了6000亿张起爆符 或者遇到了水门转移的尾收玉 真正的原因是背上一直存在了五个黑棒 于是自来也在刚复活的瞬间就受到了黑棒的二次伤害 又死了 现在你知道为啥自来也明知死路一条 明明有机会逃跑也要冲上去了吧 因为只要有人拔掉黑棒 后面就能顺利复活 所以自来也在弥留自己留下了这座暗号 暗号里封闭空间提醒对公务员来说相当简单 恐怖夜景有三位公务员 大手腕椅被走读弄死 刚守官三代保松积极没有经过考试 就剩下自来也可偏偏还是个出题人 偏偏卡卡西又整天抱着心在天堂不放 于是整个解闭过程完全走了错路 自来也背上了黑棒没有拔出来 或许直到自来也复活时感受到了一身剧痛 才认识到在牧野狠抓教育的重要性吧 或许此刻他才真正理解了大手腕 除了整天修炼忍术 科学教育也是一条名路 暗本的回应忍者里 自来也的暗号和轮回天色没有复活 一直是两个大坑 我这一次把两个坑都填了 大家还满意吗 要不顶上去 让暗本看看